天天好舒服,告诉你好主意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天好舒服厨房 今天的好书主意是 辣豆拌酱炒三丝 食材简单,只需要结瓜一个 红萝卜一条 炸豆干三片 黑木耳两到三朵 辣豆拌酱两汤匙 殊不宜迟 现在开始吧 首先把黑木耳浸泡之软 结瓜洗干净后 让削刀去皮,切丝 结瓜的表皮上有细毛 所以又名毛瓜 结瓜营养丰富 口感也好 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 结瓜含有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维他命 荷黄素 果糖 胡萝卜素等营养元素 结瓜 纳含量和脂肪含量比较少 经常使用可以起到减肥利尿 清热解暑的作用 黑木耳 红萝卜 同样结丝 豆干切瓣 把豆干直接铺在不沾锅 用少许的油汁煎豆干 买不到炸豆干 可以用白豆干取代 煎好的豆干切成条状备用 准备一个炒菜锅 倒入少许的油 油烧热后 加入黑木耳 用小火炒香 加入红萝卜丝和结瓜丝 用中火慢慢翻炒至熟透 接着加入两汤匙辣豆拌酱 把姜料拌炒均匀入味 加入少许的糖和味素提味 继续翻炒均匀 最后加入豆干 把所有材料拌炒均匀后 试一试味道 如果味道不够 可以添加少许的酱油 让味道更鲜甜 这道简单易煮 健康又美味的辣豆瓣酱炒三思 完成咯 感恩大家停留到最后 希望大家喜欢这道家常菜 记得点赞分享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最后要告诉大家 素食是护身放生 就是造福 护身就是养生 养护自身健康 你输了吗